很多人对于敦马会说这么样的一番话 就有了不一样的思考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一则新闻 谢谢你继续守住主编点新闻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为什么很多政治人都很喜欢用 华人你很有钱 不管是以前的国政还是现在的西门 大家都一直用这一套论述 到底他们想要说的是什么呢 那么从政经验丰富的首相敦马 他早前昨天他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也说了 他认为大部分的大马华人 都是有钱人开关引号 因此政府将继续这种扶弱政策 帮助马来人 避免两个族群之间 因为财富上的落差而出现冲突 你对于敦马的这番话 你的想法又是什么呢 敦马他就认为说 尽管华人跟马来人的贫富地位的差距 是在缩小的 但是马来人在一些领域还是处于弱势 但是他说这并非表示政府只是顾及马来人 敦马说 政府将会继续推行扶弱政策 来帮助国家的大多数的这一些马来民族 避免他们和更富有也是开关引号的族群 比如说华人产生冲突 他就有指出说 有些地方确实还需要给马来人一些推动力 他就举例 他说当他在英国的时候 他遇到了很多的华裔学生 说的就是大马的华裔学生 他说他都是因为父母有能力支付这一个学费 所以才能够去到英国留学 可是他说他发现很多的马来家长 大致上是没有办法攻读他们的孩子 接受大学教育 所以他认为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 有必要就给一些马来学生更多的一些奖学金 他说因为国内的华人一般都是从商 做生意我觉得有时候是刻板印象 非常刻板 就觉得说做生意可以赚比较多钱 他说相比之下 马来人主要的就是做公务员 或者是打工仔 无法送孩子上大学 敦马说因为现在读大学很贵 我觉得这个里面确实有很多的刻板印象在里面 我先挑两个来讲 第一就是敦马以他在英国看到的例子来说明 其实这个例子是以偏概全 并不准确 因为很多在英伦升学的这些华裔子弟 他们的父母都不是有钱人 而是父母省次兼用 甚至耗尽一生的储蓄 让孩子接受教育 有些甚至卖掉房子 卖掉家里 留下主宗留下来的田地 甚至向亲人借钱 都要让他们的孩子去英国念书 因为他们都相信说 再穷不能穷教育 所以父母亲一般上都会竭尽所能 用尽一切的办法 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 并不是说所有去英国的这些华裔的学生子弟 都是有钱 这一点必须要纠正 那么第二点就是 马来人必须要获得更多奖学金 因为马来人进入大学南之类的 但是不要忘记 马来西亚的这些土著 他们有一间专属于他们的大学 就是马拉工业大学 而这所大学并不仅仅只有一间 它的总校是在塞亚南 那么它在其他州属都有分校 而且这一些 UITM的学生 只是开放给马来土著学生 所以其实基本上 马来学生或者是 马来家庭 不管你是有钱还是没有钱 你都有了很多的 升学的机会 当然我们不否认说 因为马来人在马来西亚的 超过68年岁当中 也有很多是属于贫穷 阶级需要照顾的 但是不应该以种族来做区分 刚刚志峰说的那个华人 就是竭尽所能 让自己的小孩 能够到英国去留学 其实这一个例子 在我身边是比比皆是的 包括我自己本身的家族 也是如此 是小康 但是却竭尽所能 让小孩能够到外国去留学 那我们回来看敦马怎么说 敦马就强调了 他说继续扶落的政策 其实并不是 意味着说他只是考虑马来人 他说不管是什么族群 其实都存有这一个差距的话 其实都不太好的 他说有些人富有的话就太富有 穷的话就太穷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会引发冲突 所以他认为 这样的问题是需要进行纠正 那么马来人的扶落政策 其实是源自于英殖民政府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 那么来到1971年 当前首相敦拉扎 他执行新经济政策之后 就把这一些扶落政策 就贯彻在各级各州的 所有的行政的政策当中 所以大家就有了 这个扶落政策的 基本的认识 那么在过去敦马执政 22年当中 都不断的强调 马来人的权益 动用政府大量的资源 去帮助马来人提升 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 而现在非常不幸的 敦马又重新挑起了 这个客地 就是华人都是有钱人的 这种刻板印象很容易会造成 马来西亚的不同族群 会有一种种族分化的现象出现 同时也会让政府 在不经意的情况之下 忽略了华人身为 马来西亚子民应该所享有的权利 因为大家都认为 特别是当首相提了这个论述之后 可能各级的官员都认为 华人都是有钱人 所以一些政策上 就不需要特别照顾华人 但是记得我们的这个施政 必须要从阶级 而不是从种族 所谓从阶级 就是中产阶级 到底是有多少发现 有多少发现需要 我们的政府的协助 而且不要忘记 之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就是因为 巫统过去执政太久了 所以他制造出很多的这些蓬兰 而且蓬兰只照顾部分的 马来人 而不是照顾所有全体的马来人 所以这一些都是有 他的历史跟政治的背景 所以没有办法在三元梁里面 向大家交代 不过还是重申那一句 不要与种族来看待贫穷的问题 我们希望现有的一个政策 是解决长久以来留下来的问题 而不只是解决表面上的一些 差距的问题 下一段回来 我们来换另外一个焦点 话说我们的各兵新部长 就是说他考虑将会将 这一个国营电视台 跟马兴社合并 下一段回来 我们来关注这一则新闻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